沒錯 在老婆跟小孩面前表現沒有落魁 棲局無私分的好投 王輝誠今天被平野輝教練擺在第五棒 第一個拿起上來 立刻擊出安打 前面兩天都是擔任開路先鋒喔 這個如果沒有守得太遠的話 這個應該是有一點點機會 我這一球左外野手 因為他有一點高起來 王政堂一開始的站位 應該是比較靠後一些 對 應該是比較後面一點點 王威誠是安和能夠把這個遊擊顧好 對 把他收好 看起來這個總戰的策略是這樣子 這一顆球路提前落地的關係 戴月鋒一開始沒辦法擋好 所以這也讓雷尚的跑者有機會往前推進 而且王威誠現在一口氣是來到了三壘啊 因為他掉的這個距離是蠻遠的 近戰三壘 打在投手正面 羅哥沒有攔下來 十二棋也沒有鋪到 終於用力在二局上敗 掀持得點了 楊翔和 擊出了40的安打 沒錯 在搭配壘包上面強壘的策略成功喔 十二棋也可惜了 就差一點點能夠攔下來 如果攔下來的話 發展可能會不太一樣 對 那這個球也剛好是 王威誠有跑到三壘了 要不然 不見得會跑進來喔 哇 其實 羅哥應該也會覺得很歐 他認為自己可能有一點機會能夠攔到 是 因為右投手投完球一定是往一壘的方向 重心啊 所以他要再拉回來就會有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君白 記得訂閱我們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頻道 以及趴看兄弟你來說